只要送男人這個,他們就會變得非常開心喔 啊啊啊啊啊啊 好,歡迎再次收看護膚騎射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那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去年6月底有Course奇亞 那開箱這一款,這一款Yolo Park的柯博文 那經過一年的時間,我想胡大也變得非常有錢 已經升級到3Liro的柯博文了 那這兩款中間也是差了五六七八十倍啊 那去年呢,我是Course奇亞 但雖然今天不是奇亞,但一樣都是白毛的角色 白毛角色來臨了! 我從以前的少年殺手變成現在的魔法阿嬤 經歷了什麼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是3Liro的柯博文 胡大的入手價是台幣6200塊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玩具的本體了 可以看到它前面車窗胸口 方方正正很像G1 這一次它的舊化做得很成功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遮陽板 它的效果就會很生動 這個油箱的舊化也很漂亮 這個輪胎也是做得灰灰的感覺 那裡面的塗裝也是做得很生動 那這個輪胎是可以轉的喔 肩甲這邊呢,也做出一個掉漆的感覺 看起來像是打過一場硬戰啦 煙囪的頂部有一個煙燻的塗裝 這部的機械零件刻畫的非常多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前面這兩片 裡面的細節刻畫的非常細緻 可惜它的胸口沒有辦法打開 沒有辦法看到裡面的領導墨塊 那它的胸口呢 有一個博派的標誌在這邊 它身上有很多連動的小機關 像這裡 還有這邊 那這個膝蓋的鬆緊度也是非常滑順 擺起來非常舒服 我想新妹兒應該也會擺整天吧 我們三菱家的設計就是有龍蝦背啦 那它這個凹下去一開始有點吃力 那之後凹的時候就會非常的滑順 我想新妹兒應該也會凹一整天吧 那上面這個地方也是可以左右擺動的 那前方的裙甲是球型關節 可以移動 那側邊的裙甲呢 是雙層關節 可以上下移動 那後面的裙甲呢 是球型關節加雙層關節 也可以左右移動 那手部的平舉可以高過肩膀 那肩膀的 這個煙固功能力 會自動避浪 那腰部的轉動非常的緊 被他的裙甲限制了他的可動性 腳踝有一定的接地幅度 那他的眼睛是可以發光的 開關的話在額頭這裡 那我們現在把燈關掉給大家看一下 效果也是很好的 那這款第七集的柯博紋呢 舊化做得非常的自然跟生動 他的口罩刻畫得非常漂亮 他這個口罩的地方是可以更換成漏嘴版的 要從下面這個地方把它拿起來 就可以換成漏嘴版的 那我覺得他這個漏嘴版的沒有很好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武器 有能量斧頭 金屬斧頭 跟能量刀 那這兩隻斧頭呢 我比較喜歡這把能量斧頭 一種火屬性 有點亮亮的感覺 我們介紹一下這款斧頭 以往我們要握持斧頭時候 會把這個零件 尾端這個零件可以拆式 再插進這個可動手裡面 但是呢這一款反而是沒有可拆式的部分 要我們很暴力的把可動手的指節給掰開 把它插進去 我覺得這樣會非常危險 也是一個很暴力的方式 那這把能量劍的裝載是比較簡單的 那這邊比較凸的地方 把它插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凹槽 把它放進去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他的雙刀模式 好我想新妹兒應該也很喜歡他的雙刀型態吧 那最後給大家介紹一下他的手泡 他有一對 那他的細節有很多前方可以轉動 然後 按這個地方 可以有發光的效果 按一下 就會有聚集能量的感覺 那按第二下 會有一種呼吸燈的效果 那按三下 會把它滅掉 那握的時候呢 我覺得這樣子握比較好按 就跟噴酒精一樣 這樣子 然後獅子去按 他的按鈕 會比較好去打開 看一下這個手泡的裝載呢 這邊有一個凹跟一個凸的地方 那我們這個手 先把它拿下來 也會有一個凸跟一個凹的地方 那一樣把它扣進去 那我們這個手臂的地方呢 也可以前後搓動 那今天的節目就給大家進行到這邊 那希望這次的內容有幫助到大家 精美的塗裝表現 多量的配件 恰到好處的關節緊實度 讓這款三菱家的柯博文 兼具了把玩和收藏的價值 那加上我自己很喜歡第七集的電影 所以對這個產品自然也會加分很多 那但是價位不是很親民 買不買就看各位自己衡量囉 謝謝各位這一期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安你們摸摸打